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墨洋 很开心收到创作者俱乐部的发问 也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 对我频道字幕的支援 敬爱的赞助会员墨洋 您好 我的名字是大玉 我具有教育部大专讲师的资格 近期我们想要举办 和创作者分享的聚会与活动 我们第一个就想到您 我准备了六项题目 这些都是创作者在创作时 感到彷徨无助 不知道如何开始 希望介入您来给我们回答 第一题 您在创立频道时的动机是什么 您是怎么踏出创立频道的第一步 我当时成立频道的初衷 真的非常普遍又肤浅 就是想红 只是我当时没有想过可以赚钱 我的第一步是2015年先用想的 然后后来真正执行是2017年 要去瑞士当交换生的时候 才正式开始 那我个人认为要开始YouTube 并且认真的营运 要有非常大的决心 因为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 尤其通常大部分的人 钱其实没有人看 然后又没钱赚的 会需要比较大的毅力和心脏 来承受这个事实 所以真心建议要对这件事情 拍片剪片或是经营频道有热忱 那这样过程才会比较顺利 第二题 断舍离的创作过程中 如果你缺少题材的话 您是怎么去做准备呢 我认为大部分的题材都是来自于生活 很多人认为YouTuber本身是灵感很多 或是他的生活本来就这么丰富 才有那么多可以拍 但其实不是 YouTuber的生活和大部分的人都一样 只是更自由一点而已 那题材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对生活的观察 和观众间的共鸣 还有精心的气化 比如说如果我抛出口红这个关键字 美妆YouTuber会去试色 教你怎么化妆 那是他们跟他们观众的共鸣 变漂亮 那见喜王美小五呢 会观察女生爱漂亮 爱口红层痴这件事情 所以设计一个很好玩的脚本 请女生用棒式挑战 不要掉下来压坏口红 那那一支高级的精品口红就送给你 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多多观察 生活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放大共鸣 用你擅长的方式去包装跟气化的 如果说真的想不到的话 我觉得可以先从多生活多观察 生活开始 那也建议大家多多看 其他的YouTuber怎么气化的 研究某几支影片为什么会红 如果差不多的素材给我 我要怎么样去结合自己的长处 去拍成影片呢 如果开始类似这样子的去想的话 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想法 然后就学着怎么样去套用在自己的主题上面 我很鼓励创作者们都要设定一个叫做核心理念的 我举个例子 以前曾经有两位美妆YouTuber跟我聊天 那其中一个他没有设定核心 所以分享新品啊 分享妆容啊 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腻了 但另外有一个是有设定核心 他希望他的创作借由化妆 可以帮助一些女孩子更有自信 因为有了这层核心 所以我发现他对于拍摄 对于发想主题 他是比较乐此不疲 并且有一个大方向的 所以我认为这么做是为了要让创作人看到数据以外的成就感 还有更有目的跟方向的去做企划 在比如说我拍摄极简生活和断舍里 其实不仅仅是叫大家一直丢东西而已 我整个频道其实都围绕着一个思维 就是我想要透过我自己自身美好的转变 来启发更多人好好对待自己的生活空间 所以不管怎么拍 其实都不太会偏离正轨 想想其实有很多的品牌大公司啊 也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迪士尼的核心理念是 无时无刻带来梦想与欢乐 那苹果呢是尽一切可能让世事皆可 如果说有了这一层赋予就可以协助我们在经营上面 更不容易让频道歪掉歪风 那扣合这一题要问的要怎么样坚持下去 其实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层核心的帮忙 我就不会觉得很迷失 第四题 在经营频道的过程当中 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我前期觉得最困难的其实是跨过沉默成本这件事 也就是你付出的时间啊精力啊钱啊 但是这些都没有回报就像丢到大海里面一样 那这是比较多现在的创作者可能没有想过的 就想的比较天真的话就可能会很容易失望 那我自己现阶段的困难呢主要是任务放不下 因为我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应该要找更多的帮手或是外包出去请别人来协助 他们大部分的人可以帮你做得更好啊更快 虽然说要花一笔钱但是如果是磨合的来的话绝对是值得的 只是我目前还是觉得说要把影片的节奏啊圈圈交给别人操刀 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不放心 就还是会想要揽在自己身上全部自己剪之类的 对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像一些YouTuber一样那么放得下 我觉得这是我目前比较大在concern比较困难的地方 第五题到目前为止您的频道订阅人数已经到达38万人 最让你感到开心最让你感到自豪的是什么 也许我会说这是一个拿出来分享会让人觉得很有面子的一个成就吧 因为38万虽然说大也不是到真的超级大几百万 但毕竟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到达这个38万的门槛 又因为我自己经营下来是有心得的 可以和很多的人分享经营策略一起交流 这些都会让我觉得很开心跟很有成就感 第六题您身为一位自媒体的先锋 您在经营的时候您最希望获得外来的帮助是什么 我自己很喜欢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 尤其是那种大家都很上进的类型 像是我自己有一个读书会 那大家会一起研究行销管理学自我探索或是公司营运等等 每一次一聚完我都会觉得有很大的动力 或是被启发的感觉想要继续前进 而且随时随地都会认知到自己是不足的 那要再更努力 对所以如果说是这类型的聚会 可以再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的话 而且是网络各式各样不同领域 或不同圈子的创作者的话 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一起进步的更快 那这是我很希望很乐见的 那我目前知道的比较像是YouTube的官方啊 会每周都举办10万以上的创作者 好像一个团大概20个人吧 那它是随机陌生的创作者的聚会交流 一周一场我是觉得稍微少了一点点 因为像连我是38万都在台湾排名是500多名了 所以就很希望说如果有更多的单位可以协助撮合啊 也许更多创作者可以借由打卡发现实动态等等 来感谢厂商或厂地或是食物的提供 算是一个互惠的循环吗 我觉得这样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合作模式 对那这就是我希望YouTube圈可以收到外界的一些帮忙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了 谢谢创作者俱乐部的发问 就下次见拜拜 感谢您的回答 我们创作者俱乐部目前已经有将近100位的会员 希望能够把您的经验和我们的会员一起来分享 期待疫情趋缓之后我们再次见面 谢谢您再会拜拜